大家好,五种生活当中常用的绳截技能 第一种,绳头对接,平截 我们在使用绳索的时候,绳头对接有很多种 这种是平截的对接方法,但是有些人始终给它嫁截错 两个绳头必须在一起侧,这是正确的对接方法 第二种,扭裤截,早期衣服上常用的一个方法 将这个绳头奔着中间给它交叉穿过 行这个经线截,然后我们进行给它翻转,让大家看得更清晰 将上面绳头绕半圈奔给它穿过,中间 同时,将底下的绳也是腰半圈奔着中间给它穿过 然后我们进行收紧整理 整理以后,一个弓扭裤截就完成了 弓扭裤截只需要将这个线再给它钻进 一收紧就完成了 非常完美的一对 第三种,绳索破损修复截 我们在使用绳索时,绳索发生的破骨 用起来非常不安全 学会这个修复方法非常简单,而且实用 套过之后,我们进行双向拉伸受紧 再次受力,安全牢靠 第四种,户外晾菜衣物常用的一个挂钩节 我乃户外晾菜衣物,由于户外的风大 会将衣服刮乱,甚至会刮跑,我们就找了一个绳 在原有的绳上,打这么一些挂钩节 将一些衣服挂,挂到这些挂钩节上 风再大,也不会刮乱了 而且量菜衣物,不占空间 第五种,捆绑节 我们在捆绑一些物体时,方法不对 不是滑扣,就是开扣 学会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而且实用 当它受力时,它会牢牢的将物体锁紧 不缓节,不开扣 锁紧防滑,安全牢靠 如果您购乱,我们再试试一下,我们再试试一下